因为老百姓那么支持这些人去打金国吗 老百姓他很少能想到 把灰犬二弟赢回来这么一个远大目标 所以在这时候 岳飞咬牙切实 岳飞要指导黄龙 这个等于违背了宋高宗的政治目的 也违背了当时南宋的意识形态 你是说何 有冯红机会了吗 我们二弟赏在北地人辱偷生 我们做臣子的 要不要救他们于水湖 有 岳飞 今日你已下犯上之罪 朕暂且计想 怕日再犯 朕和你就没有再做君臣的余地了 谢皇上 本来他就是岳飞 你跟我政治意图不一致 你还要打金国 我还怕你什么时候可能害到我这 当然了 赵构这时候对岳飞是有点疑心 可是岳飞的表现呢 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你要想到 皇上判断忠臣和奸臣 他分析判断是有成本的 说这个人 如果他要忠于我 那固然能有作用 他又背叛我可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当分不清楚你是中是奸的时候 他如果统一按照奸臣的策略 都给你杀了 这等于是利益最大化 所以真正害死岳飞的是谁 宋高宗赵贡 如果说岳秦两家不同婚 最起码应该加上老岳姐 不能跟老赵结婚 你大家到那岳王庙上 你看 秦桧在那跪着 你到那你应该想 最该跪的那谁 宋高宗赵贡该跪的 秦桧是该跪着 但他绝对不是主犯 他是从犯 你得照顾跪到那 说到这你可能就明白了 皇上怎么能跪那的 你越配忠心耿耿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夫教子王子 都不得不亡 封建的宗法伦理 在那摆着呢 皇上是不能有罪的 得有错的 皇上真有点事 推出其罪羊 完事了 你要这么一想 你就明白了 维护皇权 就没人再提 宋高宗赵贡这个事 我们现代史学家翻出来 是因为我们不是皇权的社会 无所谓了 像这样的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 有的甚至 真是历史都没这回事 没这人 都能往上弄 你看民间有说法 叫攀杨不接亲 说为啥攀杨不接亲 很多朋友听过 盗马金枪杨杰杰将 说那当年攀仁美啊 就是因为杨其郎 打了一利匹攀报 他公报私仇 跟北国交锋 两浪滩一场血战 老令公杨基也碰死在李灵杯前 他的妻儿子杨彦思 回去搬兵 结果攀仁美公报私仇 把杨其郎怪罪 挂在刁斗之上 射出一百单三剑 七十二剑 贯透全凶 最后死人 烧这个火化的时候 一烧 烧出一百零三个箭头来 多狠啊 来者何人 看人美 你看清楚了 我是杨家妻子 杨彦思 只要你肯出兵救我爹 我愿一命顶一命 愿你处置 多狠啊 所以老杨 杨家后来是要报仇 请了双天官扣准 叶沈潘红 最后黑松林把这潘仁美给弄死 所以潘仁美跟老杨家血海深仇 潘仰两家不结亲 有没有这事呢 压根就没这块事 历史上就没有潘仁美这事 有个谁 有个潘美 这是呢 辽宋两国相争的时候 大宋呢 派这个潘美为主将 老令公 咱就说杨基业 其实是叫杨业 潘美为主将 杨业为副将 然后又派了一个监军 跟着他们这一道 这个监军呢 叫王申 然后开始打仗呢 打赢了 在哪打呢 就山西朔州一带 在这打仗 跟辽国打仗 他们这阵是打赢了 就杨业这部队打赢了 可是呢 另一路军呢 被辽军给打败了 这样本来呢 两个同盟军呢 能够互相之间照应 那会败了 就有可能围过来 把他们困到这 等于打场戒卫战 所以看到这个危险呢 潘美和杨业决定 得赶紧撤 撤是撤啊 这些老百姓在这 那时候辽宋两国交战 叫大操谷 熟识老百姓 熟识比较狠 经常图城 说咱不能把百姓扔进 咱就把他们撤 这样带着百姓呢 撤到安全地带之后呢 怕辽兵追上来 杨业就提出来 咱们可以有宜兵之计 假装跟对方开仗 然后呢 辽军安营扎战 咱就有充足时间 把这些老百姓送走 这本来是个好主意 潘美也同意 可是这时候监军王申 这是个小人 还比较贪功 说这你都撤到这儿了 辽军势力往上 来的不对也不多 这应该出战呢 哪能还撤呢 哪能就带老百姓走呢 咱得立点功了 他贪功 就逼着杨业给出马 结果杨业去打仗的时候呢 这后方不知道咋是 就监军王申为了抢功 带着大兵 又在后边上去 怕功劳都杨业一人得了 结果呢 杨业在前面被人围住了 大败最后死在两军阵前 这个事呢 我们说这个潘美的作为主帅呢 他有责任 他支持杨业的主意 但是又没有坚持到底 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兵败回朝之后 杨业死了 皇上大怒 把潘美给连降三级 这是个历史真实情况 就是潘美本身 没有要害杨业的意思 他两人以前是有点磨强 那是原来的潘美呢 跟着宋朝 当时杨业呢 还跟着北汉呢 两军阵前交手呢 杨业差点把潘美弄死 俩人那是有点冤仇 但后来两好哥也好 归顺的一家 都归了北宋了 这个事也就没了 所以后世人呢 有人编排这事 就觉得杨业这死的冤 但是你说监军那一个小人吧 还不足以作为杨业的对立面 他得弄个大官 就把这潘美给拽过来 拽过来还不好意思用他的全名 就中间加个人字 杜撰出个潘美人物 跟这个老杨家结了仇 后边至于那一系列的 怎么害杨七郎啊 如何什么的 乃至一直到后头十二寡不正希 这都是说出人瞎编的 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根据 没有的事传到后世 形成了潘扬两家不接亲这传动 老杨家人 老潘家人给害死了 如何如何 你说这哪跟哪的事 当然这无疾之谈 现代人不居心的 潘长江 他姓阳 而且潘长江和他媳妇 生了个女儿 取名就叫潘扬 现在也是个小明星 这个就是对这个 所谓的习了糊涂的 历史史实 不是史实 民间传说不是传说 最好的一种推积 那么其实在中国民间 像这样的糊涂账有很多 就两个姓莫名其妙 不同婚了 有的是历史上 确有其事 有的是就是传说当中 你像历史上确有其事 说姓鸡的和姓赢的 这我先不说哪俩字 我说事你就知道 周朝不姓姬英 你看周文王周武王 积昌积方 谁灭的周朝呢 秦灭周啊 秦姓什么呀 秦始皇嬴政啊 姓赢 所以姬英两姓 不同婚 但到后来吧 一个这俩姓人也不多 再一个隔年头太长了 没人记着 这事就忘了 在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事 另外有一段时间呢 李珠两姓不同婚 这个可确实有历史根据 唐朝 开国皇帝 李渊 然后李世民 姓李 怎么灭亡呢 被这节度使 朱文给灭了 建立了一个后梁 这不是姓朱的 灭了姓李的吗 这就结仇了 这仇还没完呢 到明朝是 大明开国皇帝 朱元璋 老朱一天下 最后一代 从政皇帝 怎么死的呢 李自成攻破北京 把从政逼得 在梅山上吊死了 你看 这老李就给报仇 报回来了 把老朱这人弄死了 所以李朱两家结仇 当然现在李朱都是大姓 你要真那么结仇 没法弄了 那得多少人受害 这感觉 所以说像这样的事 即使历史上有根据 这都属于后辈 没有必要恪守 这样的 就非常无聊的 所谓的传统 甚至有的历史上 没这回事呢 有的地方是什么呢 姓梁的 就说到我们家了啊 姓梁的 姓铸的 还有姓马的 这不能通婚 为啥不能通婚呢 梁山坡 朱英台 没得善终 不吉利吧 为什么不吉利呢 没得善终呢 朱英台他爸比他 嫁给马文才 所以跟老马家接仇了 不能通婚 而老马觉得 我娶朱英台 搬到朱英台 怎么怎么死了 俩人又化蝶了什么的 我挺晦气 所以梁筑马这三星 有的地方就不通婚 你说这哪跟哪 咱都明显知道化蝶 哪有这事呢 所以梁筑马这三星 有的地方就不通婚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 首先历史真实 未必是那么回事 无稽之谈 第二个 就算是真这回事 咱们现在人遵守这个 也显得很迂夫 为啥呢 一千多年下来了 你要当初说 因为这个人 做了对不起 那个人的事 你把这个一家族 后朝 后代 你都给定上持乎度 这不是等于 一刚打翻一船人 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 没有必要 去扩大这种事情 再一个最主要的是呢 你这两个性之间 中国历史上 如果要是谁跟谁 两个人有矛盾 后边人就不能通婚 那有矛盾的人多了 那现在咱干脆就 只能是同性跟同性 结婚了 那恐怕就难免 进去结婚 那后边就都情傻子了 去年我令我女朋友 回家见父母 本来挺高兴的事 却因为我们都姓刘 遭到了我爷爷的 坚决反对 现在我都不知道 怎么和我女朋友解释 唉 我和我男朋友都谈恋爱五年了 一直不敢跟父母透露 因为我们村和他们村 好像有什么侍仇 老人民一直教导 我们不可以和他们村的人 谈恋爱 我和女朋友本来都准备结婚了 我妈偏给我们俩 算了个生辰八字 分不合 坚决不许我们结婚 怎么都这个时代了 还有这种思想 好 感谢您的收看这期老两观视频